炎炎夏日是饮冰品的消费旺季 为维护消费者食用饮冰品的卫生安全及品质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散装现场调制手摇饮冰品 食用冰块及配料 第二波总共抽验81件 检验结果7件饮冰品不符合规定 包括清源育源的墨香绿茶 肉豆多的北海道牛奶风味冰淇淋 顶呱呱红茶雪泥冰 绝缕咖啡的苹果野莓冰沙和巧克力香蕉冰沙 都被验出常感菌科超标 包括饮料、冰块、冰品、相关的配料 这次抽验的话 占饮冰品的部分在初抽是有22件不符合规定的 这不符合规定我们后续先期改善之后 再去做继部抽验 有7件人们是不合格 这不合格的一个业者 我们也依照食安法的规定 去处罚3万块的这样的一个罚款 在我们这次的检测的部分 通常的不合格都是常感菌科的不合格 这个常感菌科的话 顾名字就是消化道里面的一个微生物 所以如果说在产品上监测到这样的一个检出的话 通常我们就会去考量 这两次是在制造过程有一些的污染 所以这个部分 卫生局也特别就是提醒在业者的部分 你除了在原料的一个选择之外 应该注意之外 同时在你的人员的操作上面 包括你的工作服 包括你人员双手的清洁 在卫生局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去现场做查核 除了你的制造环境之外 那人员的清洁 双手的清洗 那还有包括我们常见的冰勺 冰勺要挖冰块的这个冰勺 那我们也会看是不是有宝石清洁 那还有放在应该放置的场所 这个是我们对饮兵品业者的一个呼吁跟提醒 那就消费者的部分的话 我想就是大家一样在做这个冰品的选购的时候 那也可以去注重一下 就是在整个业者的环境人员的卫生 是不是符合相关的一个要求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重视制作过程 环境卫生及自主管理情形 注意冰箱储存温度管控 食材适量准备 为使用者试试冰存 定期更换制冰机或饮水机滤芯 以确保食品卫生与消费者权益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导 您想想让我们在内心 都多发 내� 很少次 我们在这里 咱船 咱船